你要跟什么随屁股 好像 现在我说 一般人认为的人 他打一拳 我打了之后 我现在问你还要做什么 这个 大姐说锤 如果这个人是很厉害的 你去锤他 然后我这样 拳一拳 拳一拳 因为你们删不到 他就等不到 不要锤 你删不到 他打一拳啊 就是在锤 你看看 他不能够到 天下开平 这个是最简单 我问中国有句话讲 说 他打一拳 我一打了 我还要跟他拳 我说上帝前置数 你打了 你打什么 他一来 我就是这样子 打什么 他被打了 你也没有跟他 拳 不拳的区别之力 因为 他知道 他就去讲 这样的实验 为什么他会受控制呢 因为我们的脊椎在这里 你一控制到这里 他手在那里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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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受控制 他整个脊椎在这里 你一在这里 他就知道 你只是往前而已 他不是跟着你跳 他必须往前 他 往后 他一往前 他要够的话 所以 好像楼梁会说 余力指智慧 所以你怎么智慧呢 他就选择不费力 所以我说 他就选择不费力 他就选择要死窗 为什么要死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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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这是第二段的那个洋人的故事 洋人的故事 洋人的故事 他也有的 他就直接做一节花 他就没有内宁 没有内宁 他就没有内宁 他也有这么大 他才会怀? 还可以做 他说气宏 气宫 气宫 气宫跟内宁是有两个事 他就会是气宫 也是 他也审宇宙房子 不是吗 我告诉你 他就会是宇宙房子 因為太極權有很多東西,你學會的,他說融入、硬入、社會、白白社會,這不需要的 你明白太極權的體重法,你是融入世界,你是融入體重法 不僅僅是白白社會、硬入社會,你是融入怎麼走,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宇宙法則不能變,不管你在非洲,在北極,在中國,在台灣,在香港,它都是一樣的 不管你皮膚什麼顏色,我們算一個仙副,還是講一講太極劍 不然我們的會長說,你又一天啊 剛才我們就聽我們的會長說,我們一寫券的時候呢,我們是用什麼東西來寫券? 這個,報紙 當我老師說,我要交劍,我們一群人就上那個布隆桿 我們說,你要我帶什麼劍啊?這劍啊?什麼劍啊?沒有劍什麼劍啊? 他什麼都不需要帶 你會覺得,你要交劍,不需要帶劍,到底要做什麼? 一上去呢,他說去那個,那個舊報紙,或者帶那個,橡膠袋 我們就捲那個報紙,前面放一個是橡膠,後面放一個橡膠 就是用報紙捲成一個引入部分,那個叫劍 就用那個劍,你會發現什麼呢? 一大力,報紙遮了,你看用那種子劍 學了回來,我們學對劍 所以你去會說,我們逆害的師兄不是用一張,他用五六張報紙 那個紙劍差不多變成一個木劍 因為你如果對劍,大力一點,他又走 為什麼不用劍呢? 要用紙劍來練? 因為我誓言有一句很詭異的話 他說,當你的劍能夠用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師生的師兄跟你說,當你的紙劍可以勝真劍的時候 你的太極拳就可以 當你的紙劍能夠勝真劍,你的太極拳就可以用 什麼意思呢? 對劍能夠勝真劍,你的太極拳就可以用 所以,由此去神夢上就很好 剛才他寫一個,新加坡有一個詩書 他對他的太極拳很刺,所以他剛才就漏了一句話說 新加坡的賤人 他是賤人,不是說很賤的人 不是說很賤的人,因為我賤的人 新加坡有一個賤人叫做正常人 他的太極拳很刺,他就是練太極拳的人 所以有一次我到新加坡,我就跟他開了一個網項 因為每一個人去太極拳莊都要講一個題目的 他說,放置住 到底我要講什麼? 我就講,只見如何勝真劍 這個傢伙呢,就真的是講,只見如何勝真劍 就掉入我的那個坎 他的指見如何勝真劍,他寫了多少字? 兩萬多字 兩萬多字 兩萬多字,只見如何勝真劍 他還帶著臥虎長龍的幾段那個影片去講 所以我們在太極拳莊有一個文法 鄭超人就開始講,只見如何勝真劍 那時候我是做翻譯的 在那旁邊,他就請 只見如何勝真劍 兩萬多字,又放逼又 你看到楊子晴跟那個 周文化也互反 牡丹的劍,他在講 我的老師在下面做的不耐煩 我的五個鐘老師 他越聽,越不耐煩 他就跟我說 我說,叫他不要講這麼多 我就站在他旁邊,我說 老師叫你不要講這麼多 他說他聽不了 他說,還有這一點,還有這一點 還有這一點,還有這一點 就說,還要繼續講 我的老師他們都知道 我的老師很不耐煩 他還可以了 你呢,下一段就是明天講 就算有上級,下一級 遭到 為什麼他講這麼多呢? 中國人有一句話 你如果懂,就一張紙 不懂呢,就是千佩金 後來,我就跟我的這個超人師兄 我拍拍他見面 我說,超人講這麼多幹什麼? 我說,只是兩個字 就講完了 為什麼紙劍瘦,真劍 不真劍 哪兩個字呢?不瘦 你紙劍你怎麼可以跟真劍你呢? 你的唯一的秘訣就是不瘦 所以,鄭班青有一個很典型的故事 鄭班青在渡南盪和事館的館長的時候 當時有幾個人挑戰他 一個就是,顧履章 顧履章是鐵紗長 鐵紗長 顧履章挑戰鄭班青的時候 我的老師就問自己 他是鐵紗長 我說,老師就是鄭班青 你怎麼應對呢? 就是流傳鄭班青 他就問 你怎麼應對鐵紗長 鄭班青說一句話 不瘦 他是鐵紗長 你不瘦就是了 所以 後來就是延長到這句話 管他 貓拳 狗拳 所以你不理人家是什麼? 因為 看去拳 這麼幾個用法是很瘦 剛才我們的做法也是不瘦 他一拳過他就是不瘦 你 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要應對的時候 能算 104% 就是不瘦 不瘦 因為百百百百萬去的 就算你不小心 那都無 Good 我们练这些东西也是不受伤,人家马上不是 我们说,OK 有一样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太极剑失穷呢? 因为太极剑呢,你如果再仔细地看呢 我师爷验剑,跟我们的大师兄验剑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一直注意,他有一个剑军 不过很多人看正安清验剑的时候,你要看正安清,我剑 怎么说看正安清?握剑 我的这一批朋友知道,我也是一个狂人 我一看要练剑,我说不要练,为什么? 你不开始练剑呢?我说不要练了,为什么?我一看你怎么握剑 你一看正安清怎么握剑? 他是中指跟大拇指抓着镜 他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的老师不练剑呢? 这是我跟我老师学的 他看到,不要练了,不要练了 比如什么,你们是练棍 因为你一键子抓呢,你是练棍 为什么你只是一个大拇指跟中指抓着镜 因为 这中指跟大拇指是连心的 我们是以心来练剑的 所以你一抓呢,你就没有心了 所以你只是要用两个手指 你去也是两个手指 你一来也是两个手指 去也是两个手指 你不是这样子去抓的 所以我才说 剑是传,就是每个人练个套式 我说,这个是大鹏长式 这个是 练上汉 那个是招式 你没有连不法剑连到你的心 你练什么剑? 所以师爷才跟老师就不交剑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是 这个 握剑呢,是要把剑跟心连在一起 你要做到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心中的剑是从哪里来? 从你的大拇指跟你的中指来 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个剑绝能? 这个是阳,这个是阴 所以我说 那边我就发给他嘛 老子讲什么?老子讲 这个是阳,这个一定有个阴阳 这个是阳,这个一定有个阴阳 这个是犬 你的剑是什么?哪里阴阳 这个是阳,这个是阴阳 这个是阴阳 这个是阳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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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不小心剑绝就残亡 我们很多人不要练 不要放剑 我很佩服我的大师兄 我今天就要看他有没有 放个剑绝 很大的 很大的 你一快起来 这个就是卷魂的时候 我的师姐说 我在天后空表演剑 我就问我的老师 我说老师 我不要建税可以吗? 我说 可以 放 他叫我放建税 我跟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就是 实际上跟我老师开玩笑 我说老师 卷魂 我要怎么做呢? 这个税呢才不卷这个魂 我也跟他们讲过这个故事 我的老师跟师母坐在我的车 我就问 我要怎么做这个税不捐碗呢? 我的老师没有讲一句话 不讲过很多 什么意思? 自己去想 所以 当时我问我老师 我说 老师我不想放建税 我怕他卷 我说放 那我就问他 我放 怎么防止这个税 解锁得完 他没有告诉我 他不讲 我就很难闷 所以我回去呢 又平常练剑 不放这个税 我就特别 把那个税 每天在练 快一点,慢一点 怎么使这个问题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不打我 不是因为他说不要教我 是为了我 他要你去死 你为什么 怎么做? 剑才不穿个水 因为这个剑呢 这个是羊 这个也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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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皇帝 神大哥 谢谢你 谢谢 其实你要学到家的东西呢 除了一本 《道德经》 你要看看《英福经》 他是说天下万事万物 都是有他的法则的 不过你看不到 宇宙法则在运行的时候 你看不到 不过他一定符合 因福就是他符合因的 不过你看不到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苦命的人 他们每次说 老天爷啊 你可怜可怜伙伴 我每次开玩笑 老天爷不会可怜你 为什么呢? 因为老天爷太忙了 他要照顾宇宙的万事万物 他都不当 又不认识你是谁 为什么要搬你呢? 不过 如果你 跟着宇宙法则 宇宙就会搬你 你不跟他跑 宇宙就会搬你 所以 因福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符合因 因是什么? 因就是宇宙法则 你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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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近里 渡他在去 他就说 天里有五贼 他那五贼是什么? 寂宙水果 只有中国才说五行的 你跑到外国 共产都是四 希腊是四 印度也是四 中国就是五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他缺少一个宗 火和灯火是一个宗 宗 宗 所以我才说 太极旋不仅仅是气功 它是一种 人生生活的哲学 你学到太极旋的哲学 你越跑 跑世界 我做不到 所以我是想 讲出来 让一些做得到 不错 如果我做得到 所以我 跟很多人说 知行而已 我知道多一点心 不够 如果我能够知行而已 我愿先做不到 不过我希望 人 其他人能够做得到 所以我才要分身 所以我昨天呢 遇到那个余恩之后呢 我就突发奇想 我的太极拳要传到国外去 不是在你这里 因为这里的人呢 不会珍惜 你知道 所以郑曼金也说 我要有机当正义的人 人家把他 郑曼金是很文雅的人 他怎么说 人家把他当狗屎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太极拳 为什么此剑能够伸真剑 两个字不送 为什么太极拳这么难教 因为他是一年东西 太极拳 我说太极拳四传 太极拳也四传 为什么呢 太极拳很多人 都是练个套路的 我看很多人太极拳 因为你穿错 蓝天 下次 我为什么看着他笑 因为我的招牌动作就是下次 为什么是下次呢 我说很多人做不到下次 为什么做不到下次 因为下次一般上呢 太极拳的下次呢 跟你在那个gym 学的下次 因为我有几个学生 因为我有几个学生 在那个 首帮那天 有一天 女 尤其是女的 他们是门到gym 一边是女的 他说 哇他今天学 一个sql 我一看他sql 我说 你不要这样子sql 他说 我的人sql 叫我这样子sql 你不要这样子sql 因为为什么呢 老师 刚才你们看到 我跟我的师兄 我不要那个 跪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跪 你们 会看的 太极拳 有哪一个是跪的 看到 我看到 其实那边呢 是有进步灾处的 看到我是师姐做的 有的进步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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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场上 对 公是什么 公是内 这里面的公司 因为 为什么我说 看起来会是 因为你去看 尤其是公园 很多人都是在那边 当天 提手上司 这样子 我教权很大的 所以我的 一定跟我一起教权 给很多人骂 哇 你教那六个月 还在教这些公司 因为我说 你练好一招 就有一招 为什么我说 刚才 我打他的时候 这种进步灾处 他练的进步灾 跟我的进步灾 分别这么大 我的进步灾是怎么样 这是我的进步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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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灾 我是整个生想圆区的 我是整个生想圆区的 我整个生想圆区的 很多人 进步灾处是这样的 真的是垂 你看 真的是垂 好像 我做 一般的进 如果进步灾处 没有整个身体 摘下去的时候 好像 我 我去弄他 我可以这样子弄 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弄 我身体不下 我只是我的枕头 我只是我的枕头 因为一般人 他的气概呢 很弱的 为什么 好像 他的 他又有一个公布 尤其是 公所办的公布 那是一个公布 叫你一个秘诀 你来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你下去 秘诀 不过这个还不厉害 厉害就是 你要整个身体下去 你不管他是 大律师 还是什么人 刚才我弄 是因为 他是 鼻巴很高 你遇到他很高很高很高 你也不知道你遇到谁 如果我只是这样子弄 他是很厉害的 他这个 你看他 他要弄 我不 我不下 他要弄 你弄 我不下 他弄不到我下 我不下 不过他怎么弄我下 整个人再下去 你看我一下 他不要给我下 我整个人下去 你看 你只需要那两寸他就下 不过你的基督教你是这样子 你这样子下 整个人下去 所以他就觉得整 所以 可能他发精发不大 因为他用手 你如果 你用 你不必说什么内功 你只要整个人 用整个身体一旋 可以 其实 他那知道我 不喜欢大静的 人家叫我 他就我很生气的 为什么 我说 你懂你啊 你什么东西都会 所以 你在开局圈是什么开局圈 我说 他会失传 因为这段经历的东西是 方法会 导备到失传 因为你们 出去你们这样子打的呢 为什么我打不到呢 我说 老天爷说 你肯定打不到的 为什么呢 肯定打不到 因为你 不是用太极拳而上 我 我这个师兄出来的 我现在叫 我这个师兄 打他 你可以打他 你有生气怎么办 你要怎么打 你要 老男手还是老男手 老男手 老男手 受伤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都是 起了什么 起了快 受伤 你看 他打他 他算要受伤 那 你看 肯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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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你是什么 Parlament 但主ホ 肯定受伤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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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이죠 因为一般人呢,他们打是怎么打呢?他们就要这样子,他们有规定的,一定要这样子,总要悬,这边要悬,那边要悬,要悬,我说你这样子要打很辛苦。 为什么很辛苦呢?第一,我一开始悬的时候,他这个讲,我知道了,你看,他就不给你打,所以很多生肖,他不给你打,他不给你打,他不给你打,照亮,为什么帮你打,他不知道了,他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因为你要这样子讲,人家知道了,不要这样子,他这样子知道,他怎么会给你, 他不给你打,门内呢,跟你,怎么说,跟你关系好一点,你每次都是请他车门门面,他就给你,你偶尔不起,